各位企业点好 欢迎收看DickDick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曾经在街头上 风靡意识的江湖小局 此局对红方来讲诱惑率非常大 目前来看仅有局炮双兵可以作杀 但很多企业一开局都可以看出一部妙手 就是我平局照头一将 黑方这里一旦退去此局 我尽力炮就有杀棋的机会 但黑方这手呢指的也不赖 这里呢平底足也有杀棋 如果红方即便不查 害怕弃居江是陷阱的话 直接平居到商路来防守怎么样 好像这一部棋也是一部一十二点的妙招呀 既可以守住黑方逐江叫杀的同时 我尽力居江是杀 尽力炮江也是杀 大一大这么走 黑方却可以先下手为强 尽力居江借帅助攻 把你的帅引上来之后 巧妙拱高足 迫使呢红方上帅吃足 只要借江助攻 海底捞月就可以构成杀棋 所以开局红方即便呢 没有先起可走 唯一的正手也只能平居江为角 对于一方来说这里呢 如果退居吃红鞠的话 红方刚好尽力炮一江 黑方迫不得已只能飞向 但不管你这个向往哪边飞 红方呢刚好有冰当炮架用 炮江就是我一讲的局面 必败 那一方即便呢 这样呢 退居吃鞠不行 那我挡炮行不行呢 也不行 红方这手也是浸炮一江的一个机会 黑方照样只能飞向 红方呢 拱冰江必败 那挡炮又不行 吃鞠也惨败 那我平老将怎么样呢 也无机事 红方这里呢 可以平居一江 黑方挡炮吃炮 压根行不通 照样呢 还是得平炮战争 红方估计从事 又是刚才那一套 通过炮江的围剿 一如翻炸 那好像这么一看 黑方即便 难道就只能等着败吗 实之不然 第一步起红方居家的时候 黑方有一部挡向的妙手 刚好卸掉了红方炮架 这样一来前面就有所不同 那这时候红方又该何去而冲呢 如果红方即便呢 选择放空头炮的话 黑方直接平底足就是杀起了 所以红方呢 没有嫌弃可走 那现在呢 红方即便 有些球会认为 我直接呢 选择 禁居坎下怎么样呢 这一走 黑方即便呢 却可以退去吃红居 尽管失去了这一步 平底足这样的杀起 当你现在放空头炮也来不及 黑方平炮一将 照样毕霸 所以红方即便呢 是不能用去抗向的 唯有呢 选择退居吃居了吧 好像呢 可以白打黑居 也是很多球 想走的一步棋 但这么走 黑方呢 又有妙手来解围 直接呢 平底足一将 红方先呢 会发现 如果平老帅 尽力炮一将 就是陈亚军的杀法 如果红方选择上帅呢 也没用 黑方平炮 照头一将 红方呢 挡炮也没用 黑方呢 有一个送佛规定的机会 必败 所以上手呢 当黑方即便挡下之后 好像红方这手 就已经走投入了 很多球呢 都束手就擒 但是呢 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却有一步步要招来解围 就是呢 拱兵 送兵一将 这一步情呢 一走下来 局面就有所不同 黑方如果平降开来的话 我平局将必办 你如果上老将 红方呢 浸泡一将 就是泡兵的戳杀 虽迫不得已 只能平降吃兵 这样一来 红方呢 就可以平局 远离黑方局的威胁 而且抢张勒道 防止黑方 泡将叫杀的机会 一旦这么走 黑方会做应对 黑方这一边呢 现在 如果直接白送炮的话 其实呢 肯定是毫无意义的 这时候呢 黑方会选择平降战中 远离红方呢 拘炮兵的一个牵制 而一旦这么走 红方又该何去了重 在当前局面下 其面不是明朗 红方这里平底足一将 又有杀气了 对红方来讲 退居吃高足 哥本来不及 所以红方这里呢 唯有退底炮 来防守 这一步棋可走 这时候呢 黑方这一边 给红方挖了一个坑 直接平两步拘过来 好像这么一走 没什么多大作用呀 我这一边不是平炮 白打黑足了吗 黑方这一边 为什么不能平拘过来 抱住底边这个足呢 对吧 如果这么走 红方就退居吃高足了 你现在呢 拘炮足压根没啥力度 反倒红方只要接帅助攻 通过进居点两将 就可以呢 构成居兵的困江杀旗 黑方 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 但黑方这里呢 如果紧平一步拘过来 局面就有所不同 需要红方的炮 守住了底边的防线 但现在呢 如果直接退居吃高足的话 却发现根本行不通 因为一方这里呢 平底足过来一将 对红方来讲 如果平炮吃足 黑方呢 尽力炮一将 就可以形成困壁 那如果红方呢 平老帅也没用 黑方刚好炮僵 红方别有选择 又只能挡居了 这时候呢 帅上不来 黑方趁着机会 平足吃红居 毕竟呢 平帅吃足之后 刚好呢 灭掉红炮 红炮一丢 肯你压败 这也是一方即便呢 平两步居的一个陷阱 对红方来讲 在当前局面 这里呢 退居吃高足 恰恰是个败招 唯有呢 选择平炮 吃底足来防守 这一步棋可走 那一方之时候呢 到了这个旁边 会转应对 如果现在进居 来一将 我就上老帅 要是呢 汤之红方炮的话 我就可以呢 白打黑方的高足 照样呢 有接帅助攻 进居点两将 居兵的昆江杀奇 而这时候呢 你现在退炮也好 抬高足也罢 根本来不及 红方呢 通过进居点两将 逼你下降之后 平兵过来 下一步棋接帅助攻 平居将尸杀 进居将尸杀 黑方也等着败 所以像带红方即便呢 到了这个旁边 选择平炮吃底足之后 黑方眼看站不到任何平仪 这里呢 如果平高足的话 我又可以借帅助攻 居将的杀奇 所以高足呢 也只能按兵不动 你退居保住这个高足 肯定是好意义 我也可以呢 进居压住底边的下线 来平兵作杀 一旦这么走 黑方也只能等着败 所以方之一边呢 到了这个旁边 唯有呢 选择退居 抓兵 记不及可走 这一走前面就说不同 谢红方这个小兵 自身能保 如果随便平居 来保住这个兵的话 又是项口 好意义 拱底兵也只能是白送兵 所以呢 红方只能接受黑方的高足 大黑方这里 又不敢平居吃兵 我进居点两将 又可以白抽黑居了 肯定要败 所以方这里呢 会选择再次退炮 形成一道防线 谢红方这个兵呢 已经是在减党逃 压根呢 没有施掌余地 这时候呢 仅剩当具滑炮而已 只能呢 抬高居坐过来 坐黑方的像 谢一方如果随便飞下的话 我就可以拱底兵下来坐杀 那一方这时候 肯定不乐意 所以呢 会直接选择 平炮 打掉红方的兵 而一旦这么走 红方即便呢 就平居 砍向一江 憋一方走位 黑方现在呢 一平居 刚好呢 就挡住了中路的居面 因为仅剩当局炮而已 想要作杀的话 无非就是利用海底捞月来杀齐 先对红方来讲 如果直接跟黑方对居就行了 因为双方这么一队 顶多就是一盘和齐 但如果红方不乐意选择平居开来 想构成成压军的杀法 却发现根本不现实 黑方只要抬高居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正因为红方无法抢居中路的勒道 当局滑炮 根本呢 就赢不了 一旦走不好 反倒也要输齐 所以此局呢 红方只能跟黑方对居 谋求和齐而已